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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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來到小鈴靜聽宿 彈感情 今天我要教你們用 聆聽宿的方式 彈 這一個 我要歌頌你聲明 Play by ear的方法 彈 我要歌頌你聲明 這一首歌 其實聆聽宿彈感情呢 就是不靠譜 不靠樂譜也不靠 簡譜 就直接的 只要你會唱 只要你會唱 就直接把那個歌詞給洗下來 然後 再把那個曲放上去 就好了 只要你懂的曲就好了 這一曲呢 之前我也是有教過的 你可以 在下面查詢一下 那個 Play by ear聆聽宿感情的教程裡面 就可以查詢到 哪一個影片 是有教大家 如何找曲 這樣子 這一個是我準備的 這是英文版的 愛心Precious School of Name 跟華語一樣的 就是我要歌頌你聲明 就是把這個詞也寫下來 之後我就把這個曲給放上去 我會教大家用C調 C key C調 來彈這一個 愛心Precious Studio Name 我要歌頌你聲明 現在我們要導出 這首歌的主旋旅 它的melody 那我會從過門開始 我拿最後一段 當它的過門 過門之後呢 就開始它的 第一段咯 現在我們來找出 它的第一段 和第二段的主旋旅 其實 它第二段其實都是重複的 除了結尾那一部分 我們開始咯 它是有一個 它是在一起的 我們開始咯 可以可以 對 我們開始咯 做一個 對 說 我們開始咯 我們開始咯 嘻 接下来我们就要弹那个合音的部分 首先我们要导出这个chords progression 我们要知道它chords progression chords 还记得它的方程式吗?formular 我会拿151的方式 chords是由135来组成的 可是我会拿151来弹 如果你还不懂chords这个部分 你可以去之前的视频看一看怎么找chords ok 好 所以第一个chords是Cchords 接下来是F 接下来是G 接下来是Em 接下来是Am 然后就F 然后就G 然后就倒回C 主旋力找到啦 然后你的chords progression也知道啦 好 接下来需要做吗? 不是立刻弹琴 不需要这么急 这样这样子一下去就吵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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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 你要搞清楚 好几样东西 第一 先搞清楚 这个是几拍的 几拍的 所以这是四拍的歌 四拍的歌 那你要怎么弹你的和弦呢? ok so em 第一个battern 我要加的就是 用Bellet的方式 去试曲 ok 这一种方式 so 这种你就要用四拍式的方式去弹出来 那 呃 怎么弹呢? ok 它是这样子的 1 and 2 and 3 and 4 and 1 2 3 4 所以 呃 用英语算的话 不是 1 and 2 and 3 and 4 and 好 这样子 我很少用华语去算 我不知道怎么去算 1和2和3和4和 会不会很奇怪 我不懂 但就 你自己算吧 你要用1和2和3和4和也可以 不过我是用1 and 2 and 3 and 4 and 好 嗯 一 第一种就是 那个 这个 蓄式曲的 原地 旋转 第二种就是 上下旋转 有没有听到不一样 第一种呢 1 and 2 and 3 and 4 and 第二种呢 1 and 2 and 3 and 4 and 1 and 2 and 3 and 4 and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它那个拍号是4拍4 嗯 一个小节里面有4拍 那也知道了它的Cross Progressions 然后接下去呢 嗯 嗯 要知道这首歌 是 它的主旋律是 从第二拍开始的 它主旋律落在第二拍 那一种叫做Upbeat 这是zoraw拍 它不是从低拍就开始唱的那一种歌曲 嘿 什么意思呢 嗯 就给一个例子吧 嘿 我就从它INTRO开始哼 哼哼哼哼哼哼哼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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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 我要歌頌你生命 喔主 歌頌你生命 喔主 OK 有沒有發覺到 我 比第二 我才開始唱 我要歌頌你生命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當你彈第一個 的時候 你不可以開始你的melody 你的主旋律 你的主旋律是在第二拍開始 嘿 來個例子吧 OK 給大家看看那個落拍的例子 我就從intro開始 有沒有發覺到 我是刀的拍子 懂 1&2&3&4&1&2&3&4&1&2&3&4&1&2&3&2 OK 好 那你現在懂了什麼是落拍 然後也懂了這一個歌曲 都拍到四四 一个小学四拍 那么你就可以开始你的第一个步骤 就是边弹 弹合音 然后边唱 这样你就会知道说 你一开始是用什么Course 然后到哪一个部分 你又换什么Course 当然你自己要不断的算数那个拍子 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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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然后当你会 懂了 弹和唱了以后 再练习用这个 右手这里和你的左手 右手就是主旋律 左手就是合音一起配合 那就不用唱了 你的唱把它放在右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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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